现在海内外 许多同学都有置于戏剧艺术的方式 来传播圣仙教育 在制作过程中 都希望由老法师来把关 确认自己的剧本方向等等 没有问题 尽情老法师开始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来把关 这个要请大家谅解 那么我自己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 这我做的剧本我当然要看 其他地方太多了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是 因果教育 应该摆在第一位 伦理道德的教育 还要摆在第二位 还是其次 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 什么坏事都敢干了 报应临头的时候 后悔莫及 所以印光老法师 这是我们进途中 最近的一代祖师 我们的法是从印族那里传下来的 我们的法是从印族那里传下来的 我的老师是印族的学生 早年我在香港将近1977年 将近三十年 第一次到香港来 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谢仙街 他那个讲堂还没有我们这么大 我记得那一次 我在那里讲了两个月 讲了印旗 两个月之后 我们就换到香港 南唐道光明讲堂 又讲了两个月 第一次来香港 讲了讲四个月 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发现《印光大死印的书》 他老人叫个红华社 这也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老人德高望重 归宇的四中弟子很多 供养很多 他一分钱都没有用 全部拿来做印金流通 没有做第二桩事情 这真叫一门深入 那就做这么一段事情 我们在这个印族有一篇开示 是在上海 护过西在发会 讲的开示 它一共十七天 每一天都由一次开示 有记录 我看到了 最后一天 传授三规五戒 我在那里面看到 那当时那个时候 北方有灾难 老法师看到这个清新 也拿了一点钱去挣赛 三千大洋 在那个时候 这数字很大了 钱从哪里来的 从印金款子里面 拨出来的 我们才晓得 他全部的钱 这个供养通通在印金 而印金的里面呢 是以了凡思讯 敢印篇汇编 安四全书 这三种书印得最多 我看后头的版权一了 二十多版 每一版呢 大概是五万以上 五万册 七万册 十万册 我概略地把它统计一下了 这三样书啊 超过三百万册 我那个时候就呆了 老和尚 一代祖师 不印佛经 就印这些东西 了凡思讯 是儒家的 这个感应篇是道教的 不是我教的 《安四全书》是《中安四》 就是编的 前面一半 是文昌帝君 尹之文 也是道教的 后面有三篇 他一共四篇 这个万善先知 劝戒杀 欲海回匡 劝戒淫 最后一片西归之之 劝戒佛 我就想 他为什么印这么多 现在明白了 要挽救今天的社会 除了英国教育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大家都懂得英国报应 善有善报 卧有卧报 你干四 齐心动念 都会谨慎一点 后头有报应 所以他这样大力的 来推动 来宣扬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所以我那次回到台湾之后 我也把这种书 总共差不多印了六七万次 而且都讲过 好像廖汉思琴讲过三遍 这个感应片 跟音质文 统统都讲过 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 印书没人看了 而且这三样东西的文字 都是文言文 虽然是很浅的文言文 现在看不懂 所以我就想到了 我们一定要把祖师的 这种慈悲心 要发扬广大 要帮助他 把英国教育推向世界 那怎么办呢 就想到连学剧最好了 那么刚刚好 有一位同学 他父亲给他一笔遗产 拿来给我 想做佛教教育的事业 哦 现在太好了 这个数字也很大 美金九百万 那我呢 两桩事情就把它开销掉了 这个电视剧 连续剧总共八十几 这个这个 表潘私讯二十几 大概明年二三月就出来了 现在统统拍好了 这个最后就是后置简介 另外就是感应片三十几 暗示全书三十几 总共八十几 八十几 大概美金差不多五百万 一下就打发掉了 另外还剩的 有一些钱呢 我们在这个 在我的这个老家 我替他建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 钱我没看到 全部没有了 做了两张好事情 有钱就做 没钱就不做 不要去找钱 要找出 那可哭死了 所以中国老人说的好啊 多事不如少事 好事不如五事 他送来了那么有法事 要替他做好事情 他不知道怎么做法 所以这个八十几连续剧 大概要到 零七年 零七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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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月 就全部都出来了 全部都走好 我的标准很高 有钱够了吗 要能达到的时候 国内的时候 低流的水平 你们从前看过 永正王朝这些 如果低过那个 我不要 不能比那个差 所以他们找 最好的导演 最好的演员 这把我们映祖的愿望 就能普及到全世界了 那我们自己有微信电视台 我们可以24小时不断地传播 那么将来做出来之后 下面的时候打字幕 这个字幕的时候 用联合国 承认的世界的语言 有我们这个华语 有英语 有法语 有阿拉伯语 俄罗斯语 我们都配上这个字幕 来在全世界播放 好事情啊 这是讲到 这是用戏剧艺术的方法 来传达 我现在跟他们 这个艺术界的人 也有往来 啊 哈哈哈哈 哈哈